我是有一個男性的朋友 然後他跟他女友交往七年 然後那時候他那個女朋友 第一次劈腿的時候 是劈腿他同事 然後那時候因為我朋友想說 他們兩個交往這麼久 然後他也是第一次發展到 而且那時候他覺得說 是因為我朋友 我朋友自己覺得說 是因為他工作太忙 然後就是疏於 就是關心他女友 所以他女友才會 就是一時鬼迷心窍 然後愛上別人 然後那女生又求她說 妳原諒我什麼 然後一直哭什麼 後來想說好吧 那因為愛就原諒他 可是我跟你講 這個真的是好景不常在 就是他沒多久之後 他女友行蹤十分之鬼欲 常常去巷口賣粥 然後我朋友就想說 巷口賣粥 真的有賣粥的嗎 真的有巷口賣粥 然後他想說奇怪 是粥到底有多好吃 為什麼女友每天都要去 然後後來他自己就去買 買的時候發現 其實也普普通通 沒有特別的好吃 然後他女友還跟他講說 那是因為那一間店 他生意超好 而且真的很好吃 然後每次去 還排隊都排一兩個小時以上 然後都不回來 然後有一天他下班 提早下班回家的時候 發現他女友的背影 在那一攤上面幫老闆賣粥 原來是老舟啊 真的 後來還發現原來他女友劈腿那家 舟店的老闆 太扯了 他老闆是不是長得帥的 我覺得應該就只是一個 小鮮肉之類的吧 唯一有一個可能性就是 他這家店叫做陳建州 早晨的陳啊 健保的健 陳的有周 那就是我跟妳一起開的 對... 早晨的陳 陳建州 對... 是不是開場就有照顧一下 我們來談加盟好不好 來 有開放加盟 這是一個非常的劈腿故事 好不好 我給他很錄 因為像我朋友 我朋友他之前的工作 是老闆娘的秘書 就是上班可以穿很辣的那種 因為跟老闆娘出去 讓老闆娘才有面子 可是因為我朋友 就是前幾年就是結婚 然後他生小孩的時候 就是他得到什麼 認成毒血症 然後好像那個症狀 會讓整個孕婦好像會變很胖 然後結果他生完一年之後 完全沒有變瘦 他原本好像只有40幾公斤 他生完之後胖到快90公斤 所以等於是兩倍 生完還有90 對 他生完還有90 而且生完一年以後 還有好像還有 就是很胖 而且是胖的 就胖得很難看的那種 結果有一天 他老公就跟他講說 我覺得妳這樣子很難看 就是我不習慣我老婆這麼胖 妳可以減肥嗎 可是他是為了他懷孕 對 重點是他講完這句話 他講說妳再不減肥 我都想要找小三了 可是因為他老公本來就是一個 很愛講這種玩笑話的 我們其實旁人都覺得說 他老公一定是在開玩笑 但是我朋友就是 整個完全走心 結果從那一次開始 我朋友是一個很freestyle的 就是就像是那個 他就是老公宿去喝酒 他不管 然後去老公去夜店 他也不管的那種 他覺得這是大家的一些生活空間 那一句話之後 在家裡只要守地一針的話 就會說是誰 或是晚上睡覺的時候 可能會寫那種廣告簡訊出來 他就會說誰找妳 然後他們兩個夫妻 對 就是他會覺得 老公好像要幹嘛了 因為他胖 結果那一陣子之後 因為他老公其實白天還是要工作 你這樣子一直打擾他睡眠 他老公就沒有辦法睡 然後他們就開始分房睡 就老婆跟小孩睡間 老公自己睡 結果沒多久之後 好像不到半年吧 結果他們就直接離婚了 然後原因是 因為我朋友就說 我們是跟他講說 你其實沒有必要這麼衝動 那真的只是玩笑話 反正你現在醫美 你要抽紙什麼 其實很簡單 他說他覺得他沒有霸氣 就是男生拿 就是婚姻的忠誠度來開玩笑 他覺得這是他的底線 他認為離婚分手找小三 這種話都不能夠隨便拿出來講 這不能亂說 對不對 就像有些人結婚 不是結婚 有些人交往的時候吵架 然後不然分手 不然分手 這很上 這種我也不信 對 如果他一說分 說好 那就分吧 那你會回頭嗎 如果過幾天再來找你 不會 他會順水推舟 好 回答好 順水推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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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入我們自己 遇見舟 遇見舟 這個是底線 我覺得不管你是家人叫錯名字 還是真的感情出軌 還是說你只是威脅要分手 其實這些都是有第三者介入 所以對婚姻的破壞性我覺得是最大 因為是非常容易造成婚姻的危機 而且很容易破壞性 像剛剛大家說的 就可能就會疑神疑鬼了 然後非常容易變得很警戒 所以很容易爭吵 那宇文呢 妳的底線還有什麼 我還有一個底線是 這個是我的底線 不是 就是你老公在外面都會說 是的 老婆大人 你要吃什麼 他什麼怪事都做得出來 我告訴你 他做到什麼地步 我記得我去年 反正我有一年生日 然後就是我女兒跟他訂 反正我女兒訂了一個蛋糕送給我 然後女兒訂的蛋糕 通常就是那個卡通造型 然後我就收到這個蛋糕的時候 在慶生會上 然後我就很興奮打開 我就看 是一個他很喜歡的卡通叫Poly Poly裡面有很多叫 對 對不起 你們現在定律接得上 對 你知道我說這Poly對不對 對 你以後污水 Poly裡面有很多交通工具 然後我那個蛋糕上面 就印了一個螺依 你知道螺依是什麼 螺依很帥 消防車 好 那就是 就有人問我的女兒說 請問為什麼要訂一個 消防車的蛋糕給媽媽 我女兒就說 因為媽媽常發火 爸爸說她需要滅火 什麼才能 很有智慧對不對 一個四歲小孩如此有智慧 就在他心目中 媽媽就是一個藏房 對 然後最重要的是 我就知道這一點 已經心裡不爽很久了 所以我以後就跟我老公說 我之後就跟我老公說 不要說媽媽說 以後要睡覺 要洗澡 要收玩具 要吃飯 就說巧虎說 巧虎說 巧虎說 孩子之王 對啊 你就說巧虎說要睡覺 什麼什麼 好 有一天時間到 他們兩個又不睡覺 然後我老公我就這樣 我老公就說 媽媽說巧虎說時間到了 要睡覺 妳知道我當時拍桌子我就說 媽媽說叫你爸閉嘴 我就怎麼抓狂 然後全家就盡聲不講話 因為他不知道妳很在意自己 我很在意 因為我再也受不了 當一個壞人 尤其在孩子面對 對 然後 從那之後他有改善嗎 還是一樣 沒有 就是我講 如果我講小孩的時候 我就跟他說 你去你的房間 你不要出聲音 比如說要睡覺了 他說他不願意講出來說 爸爸說要睡 然後我就說 那你這樣讓我講 但是我說你不要講話 我說你就到旁邊 就是如果我要念小孩 講小孩 罵小孩 我說你就關在你自己的房間 不准出來 然後 是因為他還會做出其他的舉動 是不是 什麼意思 例如 因為 也許妳在指揮小朋友 希望他們去洗澡或是 對 她會講說 不是... 她會講說 嚇或者是 如果他是那個 寶寶是嬰兒 他是嬰兒的時候 他會說媽媽壞壞 來爸爸這邊 然後這種 裝好人 對 然後或是他大一點 他就會說 他就會拉著我說 你不要這樣罵 他還小嗎 在他面前講 這樣不行 如果孩子 比方說只親爸爸 不親媽媽 他都是這樣 媽媽會走心嗎 我會 飛過大 我生的 而且 最要是 他也塑造我 我很臭的形象 因為他就說 妳不洗澡 對 這是事實 但是我不愛洗澡 這是事實 但是問題是 他有時候比如說我女兒要親我 他就說 媽媽臭臭 不要親她 很久了 他就不親 他就來親爸爸 所以我現在後來我告訴妳 故意塑造這樣 對 所以我就跟他說 以後只要我要跟小孩 講什麼東西 我說妳給我進房間 他現在就知道 他進那個房間 就是好像有一道隱形門 他就在旁邊這樣偷看 他不敢出來了 我已經到了威嚴 然後我那時候轉頭 會跟我女兒講什麼 我說我知道妳比較愛爸爸 沒關係 但我才是 一家之助 就這樣子直接 我就直接已經 因為我覺得我就乾脆演到底 我覺得妳跟妳老公 都要去看一下精神科 我覺得有點可怕 對 我們夫妻就是以這種 drama聞名的 我還有一個底線 我覺得是莫名其妙 這是我老公的底線 為什麼 我老公 因為就是我媽媽 因為外申人媽媽 老了 腳也走不動了 所以有時候會 三缺一你知道 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然後我姑姑 我另外一個阿姨 他們三個老年人 加起來80歲了 可是就找不到就是找不到 那有的時候我就想說 好吧 那我就 反正老公 禮拜六是晚上才回來 我就陪媽媽打牌 好啦 陪媽媽打牌打牌 那小孩那時候才幼稚園 還是小一 那小孩子不可能在家裡一個人 那我就叫阿姨 帶著他去動物園玩 就坐計程車去動物園 然後去玩了 然後拍一些照片 然後再回來家 我想爸爸鬼不知鬼不覺 等他回來的時候 麻將座也收了 那我也孝順陪媽媽 我們打得很小的 30 10塊錢那種 就是陪媽媽動動腦的 可是我老公就會問小孩 因為我沒有跟我小孩套好 媽媽今天帶 有沒有帶妳去哪裡玩 沒有 媽媽陪奶奶打麻將 然後他說那妳呢 一天關在家裡 沒有阿姨陪我去動物園 我老公就發飆了 就會說 他就說為什麼要 就是把 不是 不陪小孩 然後來帶賭博 他認為那是賭博 我說那不是賭博 是因為媽媽三缺一 真的找不到人 其實陪他動腦 小賭怡情 對 不行 他就說 如果你下次再讓我知道的話 就跟你離婚 就這麼嚴重 就這麼嚴重 然後我就傻眼 然後我媽媽就說 他女兒子是 因為我跟我媽住 我媽說女兒子 是陪著我打打麻將 我跟你講 有這麼嚴重嗎 我老公說 我不喜歡我的老婆 碰任何的賭 他一定聽過很多賭博的例子 他從小 韓國那個親生的爸爸 就是賭到傾家蕩產 賭到人家來 所以他有 要東西 砸東西 所以他那個畫面 有陰影 對 就害怕 可是他不認為說 這個其實不是 這個是衛生麻將 他就 對 就一百億 後來我媽媽 等我老公走的時候 就出差 我媽就說 你為什麼要這麼怕他 我們又沒有做什麼壞事 你為什麼要這麼低聲下視 我說媽 不是 經營一個婚姻不容易 我說為了賭這個三十十塊 要離婚 你覺得這樣值得嗎 我媽就很感動說 女兒你變了 以前她在追你的時候 她如果敢這樣管你 你會這麼委屈求 我說媽 孩子都生了 我又不是一個很愛賭的人 老公既然說不要 我就說好 我以後不要 她也不會生氣 我說她在外面打拚很辛苦 我媽說你變了 媽媽一輩子唸你 你都不 我媽就拿眼淚在那邊 那個手帕 媽媽一輩子唸你 你都不敢 一個男人把你改成這樣子 妳媽媽是因為 擔心三絕一這個現象 會哭了 不是 老衣中的 因為妳媽媽以前管我什麼 我都沒在聽 你看老公一講這個 我就改 我爸就是像妳老公這個個性 不准我們碰賭 所以 洗吧也不行嗎 我爸在還沒離開之前 他只叫我保證他三件事 不要賭博 不要抽菸 不要喝酒 我媽媽也是這樣 是這樣 就是你能做到的就盡量做 我到現在從小到大 沒有喝過一次酒 真的 真的 你知道酒是什麼味道嗎 不知道 就我連醉雞都不吃的人 對啊 就是這個是 有酒精的都不行 賭博這件事我爸是會抓狂 我奶奶也是 也會找幾個朋友啊 對啊 來大拍 打到 我奶奶還會去檢查他頒表 因為滑航 檢查說今天非美國 OK OK 長城 長城應該會住宿 對 洛杉磯 對不對 他以為是洛杉磯對不對 對 其實他 因為他國小沒畢 他看 新加坡看著洛杉磯 第三個字 短的 當場狀態 洛杉磯跟新加坡 對 因為是三個 看起來是有點像 有點像 但是位景方位有點 我奶奶就是 她其實是非新加坡 她以為她非洛杉磯 來 我奶奶撞見她牌友 牌友緊張到不行之後 你們趕快回來了 隔壁了 你們以前說的 夭壽 因為我爸很大隻 因為常被他哄 你長輩他也罵 沒有 隔壁有一些 比較不算長輩的 我爸一進來的時候 誰追你們來 罵他牌友 真的 而且以後不准來 我爸很嗆人那時候 我奶奶也是眼淚公司 不孝子 我長輩 小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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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裡常常會有這種句 你知道嗎 我爸是因為聽過很多 他老同學者 也是因為賭博 陷入整個家庭 可是我奶奶就是 老人家的小錢 真的是可以動腦 像我老公來說 你可以帶媽媽出去吃飯去玩 我說我媽就對那個眉心去 她就喜歡在家裡 而且她其實是一個交際 跟聊天 也是一個社交 可是後來我爸自己也轉個念 他幫我家 我奶奶家弄一個小的房間 他自己買了麻將桌 然後後來就是讓我爺爺奶奶 可以在那邊自己動腦 他自己也轉心不要那麼硬 對 互相 再要互相 對 我覺得在家人孩子面前 抹黑或者是說 讓你難堪 讓自己難堪 其實這個受傷的比例是最高 心受傷的指數你最高 塑造那種壞形象 對 壞形象 因為其實你表面上看起來 好像你塑造另一半壞形象 你自己好像是好形象 然後你自己好像很討好家人 其實剛好相反 因為這樣你會幫對方破壞掉家庭關係 其實你會得到那個後遺症 因為其實家庭關係很重要 是需要雙方一起來經營的 你不要以為說 你破壞了他在家人心目中的形象 你就會 加分 對 你就會得到很多好處 而且家庭氣氛 其實對小孩的心理健康 影響是最大的 是人都會放屁 但放這個也太 因為那個錯位一直刪不了 密閉空間可以理解 可是到3點多還是一樣 他老婆拉開面面 你放晒喔 天啊 睡得好都在那裡 而且沾到他自己睡褲什麼的 不是放腹是放晒 你那個臉底 而且是濕濕的